1月8日消息,英超莱斯特城的19岁边风法伊克·博尔基亚一夜之间火了,他被曝出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球员,贵为文莱王子的他,坐拥200亿美元身家,秒杀Z罗梅西,博尔基亚,博尔基亚是文莱人,生于美国,目前效力于英超球队莱斯特城的预备队,他的日程是这样的,典型的富二代,高富帅走到哪里都有粉丝跟拍,合影,受到追星待遇老虎,每周报是他的猛宠, 玩小老虎,小豹子原来,他是石油国文莱的王室成员,而文莱也是全球最富有的王室之一,他的伯父正是当今文莱国王哈桑曼尔,后者曾于1997年以350亿美元,财富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全球首富,之后才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超越,文莱国王他的父亲是杰弗里·博尔基亚,曾经掌管文莱投资机构,身家200亿美元,杰弗里也是著名的浪荡公子哥, 他拥有三名妻子,离管两次婚,而据称他的寝妇多达40名,杰弗里花钱更是如流水,他曾经化掉是一建造宫殿,探访的女记者感慨,这里就是杰弗里王子的私人欢愉之地,周遭一切宛如其迹,造价不菲的大理石柱和地面,还做了镀金的金家工,女记者感叹宫殿之豪华,有消息称,杰弗里每月豪至3500万英镑, 用于购买名车,名表,杰弗里王子和哥哥文莱苏丹拥有近3000辆各种款式的汽车,总价值40亿美元,其中包括8辆迈克拉伦F1,350辆劳斯莱斯,无数辆特别定制的宾利,法拉利,宝石杰和奔驰,当中,属于杰弗里的汽车约有2300辆,他还拥有9架私人飞机,豪车当年为了庆祝自己50岁生日, 杰弗里还邀请了美国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现场,为此赤字修建体育馆,花了大约1250万英镑,杰弗里和安杰2007年,杰弗里王子甚至被哥哥文莱国王以贪污公款150亿美元告上法庭,最后被判归还哥哥相应财产,也正是那一桩世纪审判让人见识到了他的奢侈生活,如今,杰弗里一家早已移居英国生活,虽然已经不如当年,但仍然富有四海, 兄弟反目,而伯尔基亚从小一时无忧,父母亲也支持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,他根本没想过继承副业,而是希望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,我从很小的时候,就很喜欢踢足球,我很享受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感觉,喜欢足球在我脚下,祝福父亲生日快乐,2009年,拥有不错天赋的他11岁就进入南安普顿的清训营,2013年,他曾前往阿森纳清训训练,一年之后又加盟 从切尔西清训体系接受培训,阿森纳和切尔西清训博尔基亚曾经代表过文莱U19,文莱23国家队,2016年10月,18岁的博尔基亚上演国家队首秀,在文莱对老沃德亚洲杯浴选赛中,博尔基亚还收获自己的国家队处子球,2016年3月,莱斯特城收留了他,与他签下了第一根职业合同, 维基三年,签下职业合同如今,博尔基亚已经在莱斯特城议备队有了一席之地,大家也想看看他能否迎来英超在场的楚子秀,梦想批英超